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多了一个拖地功能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扫拖一体的二合一产品 那这些就是我们包装里的所有东西了 这里面有说明书 还有保修卡之类的 这是主机 然后这是电源线 这个就是充电底座 这个东西就是用来完成拖地功能的配件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底下是一个清洁布的 然后正面这有个水槽 我们把水通过这个地方注入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清洁布把水吸出来 就可以达到一个拖地的功能 另外这个清洁布它是用魔术贴粘上去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密丝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把它抽出来 就可以去清洗这个地方了 然后清洗完之后把它再滑进来 然后拿手这么一推 完事了 另外我们看这上面有个小轮子 这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在拖地过程中提到了一个防滑作用的 我们传统产品 如果想把这个模块装上去 必须把扫的机器人完全翻过来 然后安上去再翻回去 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 那这款产品其实不用这样做 这款产品只要从后面把它推进去就可以完成了 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对于扫的机器人这种产品来说 它的最核心功能就是它的清扫能力和扫描算法 那千辛英国第一代米家扫的机器人来说 大家都比较熟悉 它的清扫能力和互动能力都是非常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誉为 米家智能居家产品里面最好的产品了 那其实我们也不能广说外观 还要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方 它这个后盖轻轻往上一提就可以拿起来了 然后我们俩手之后一捏 就可以把它的除尘盒拿起来 就像这样 拿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它除尘盒比较大的 另外值得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它这个滤网 它这个滤网是可以用水清洗的 在长时间使用以后能给大家节省一笔不小的耗材费用 这点还是非常赞的 它的轮胎采用是越野式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定弹力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它可以帮助它扫的机器人 换一些小型的障碍物 比如说地毯或者较低一些的门槛之类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款产品采用是单边刷的设计 它的边刷还有它的主刷都有一种防茫化缠绕的设计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这个弯向楼是用来控制它的行走方向的 也是有防茫化设计的 它的前面有一层软胶 是防止它在行走过程中碰伤的 上面这个东西就厉害了 它是360度顶部还有150度前方的一个避障传感器 是用来提前感知障碍物 用来一个规划清扫路线的 另外它的下方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个传感器的 它是用来防止它掉下台阶下面的 我们为此还特意做了一个小试验 来看看它到底好不好使 怎么样还不错吧 当然这款产品拿起来之后 它就会贴纸工作了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另外它检测到地毯之后 它就会自动增加吸力 引起来一个更好的吸服作用 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有了第一代产品的口碑 其实我并不担心第二代产品的清洁能力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个托体功能并不是所有家庭都适合的 如果你家并没有铺地的话 还是算了 理论上这种产品最适合用木制地板的家庭了 它的清联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会对它的一些更深入的功能 去用一些时间去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以后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赶紧关注我们网站评测微信公众号 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如果看到就会回复你 下期见